我是范九江 我是一名建築師 和我的夫人宅宅還有兩隻貓 一起生活在這樣一個40平米的公寓當中 這個房子在杭州最西邊 緊鄰著西西市地 透過窗戶正好能看到西湖石井之一的 雙峰插雲當中的北高峰 2000年初的一個小區 窄開間長近深有3米8的高度 希望能夠在這個高度下面做一些好玩的事 我們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牆全部拆光 重新再設計一下 進來是廚房 我們設定了一個1米95的高度 在這個高度下,我們洗澡、做飯也可以用得很舒服 進到裡面做了一個3米8建方的院子 同時又做了一座山 山頂的一個洞窟裡邊 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我們的臥室層高只有1米6 會覺得特別有包裹感 這個院子底下有大量的儲藏空間 家裡邊這種空無一物的狀態是很容易達到的 在這個畫木多層板的大家具裡邊 我們做了接近14個立方 然後在廚櫃、廚房和衛生間 我們又做了接近4個立方來儲藏 我們現在還有大半的儲藏面積 還沒有被填滿 我們只選擇了一盞燈 作為整個空間裡邊的家具 外牆窗也給置換掉了 增加了內部榻榻米的寬度 當我們的家長、父母偶爾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小臥室 夫人是一位非常熱愛美食製作的人 我們做了近5米長的兩側的操作檯面 我們有一個雙開門的大冰箱 做了烤箱 做了洗碗機 所以整個這個廚房的功能是非常完備的 我們在地台裡邊還藏了一個大桌子 這個桌子升起來以後 我們可以在上面看書 還可以做點筆記 到週末了還可以約朋友一起來 做一個下午茶的活動 因為我們短期內沒有小孩的計劃 然後我們還有兩隻貓 這個空間其實就是為我們一個家的4個成員 一起設定的 在我們這個家裡邊生活變得特別的 我們可以躺在這兒 曬曬太陽 然後兜兜貓 把幕布降下來去看一場電影 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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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